大行进去将文莱路的博游路面挖起 其他机具则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 准备进行道路重新刨铺 因为这条路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重铺 博游路面都已经老化 出现很多坑洞 骑车开车都要闪闪躲躲很不方便 不舒服就是我们骑摩托车 就是会这样空空空空 尤其是一下雨的时候积水 只要车速比较快一点的时候 就会那个水化就四溅 也会就是刚好旁边有人 也会被见得就是蛮绅士污泥这样子 除了文莱路之外 里内还有几条社区道路 也出现路面破损的情形 在里长和多位市议员的争取之下 分好几天一条一条地将里内的道路刨铺 施工期间附近居民都将门口整理一下 也做好了保护措施 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要施工之前 我们就把该做的都做一做 让他们好施工 几条比较大的路就是 历大文莱还有文康都还能整理 陈立正议员 我们陈山会议员 还有李雅会议员 来共同来争取我们历大路 跟文莱路的道路刨铺 不过由于文莱路上刚好有处建案 正在做台电的配管工程 跟道路刨铺工程有抵触 里长希望师傅在进行道路挖埋时 能和其他管线单位协调好 才不会影响彼此的工程进度 是我昨天发现的问题之后 赶快请工地的负责人 台电的负责人赶快去跟我们公 我们的公务局去联系说 今天要施作道路的刨铺 让他们赶快去整合该怎么去做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希望以后 在做道路施作上面 各部门都要联系好 才不会让工程好像 今天的工程是两天 可能会延续到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这样子 当然希望赶快铺好 道路路面的寿命除了施工品质之外 后续的使用情形也会影响路面寿命 但只要市府多编列经费顾好品质 市民就能够享有平淡好走的道路平安回家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